青梅喜欢上了高中毕业的海王 为了得到她的亲爱 甚至找我借钱买礼物 后来海王为了她和混混打架 失手把人打进ICU 青梅找我借钱替她赔偿受害者家属 我拒绝她后 害怕她做什么傻事 于是告诉了她的父母 最后海王狼当入狱 死在牢里 青梅也因此恨上了我 她指责我冷血无情 社稷将我亲手捅死 重来一世 我回到了她找我借钱 还道德绑架我的时候 柳如烟找我借钱的时候 我还没反应过来自己重生了 前世也是在今天 柳如烟告诉我 一腾成为她和混混打了一家 下手太重把混混打进了ICU 不过对方父母也不是什么好人 直白地说只要20万就能保住一腾成 一腾成家是低保护 根本拿不出钱 况且她是为了柳如烟打个价 柳如烟觉得这就是爱的证明 头脑一热说自己会出这笔钱 只是柳如烟不敢告诉父母 这才来找我这个富二代竹马借钱 上一世 我拒绝了她 她指责我冷血无情 控诉我毁了一腾成的未来 还说如果一腾成出世 那她也活不下去 我想说这是怎么也怪不到我头上 但是她显然听不进去 我看她越来越极端 害怕她做出什么傻事 于是把她和一腾成的事 告知了柳家父母 本意只是想让柳家父母留个心眼 没成想柳如烟一被逼问 就把自己和一腾成的爱情故事合盘托出了 后来柳如烟在偷家里 唯一值钱的古董时 被父母当场抓获 柳家父母没收了她的手机 罚了她禁足 这期间一腾成联系不上她 混混父母又经常上门要钱 为了不进看守所 她只能铤而走险 找混社会的朋友打听赚钱的路子 最后在跟着朋友一起贩毒时 被顾控多日的警方当场抓获 等柳如烟拿到手机时 一切已经为时已晚 她去看望她 两个人隔着玻璃流泪 柳如烟说会等她出来 结果最后只等到一腾成自杀的消息 柳如烟疯了 她把一切都怪到了我身上 执溜的认为是我的冷漠 和后来的告密 才害死了一腾成 她联合了一腾成认识的混混朋友 表面上是凭借对我家的熟悉 策划了一出入室抢劫 实际上她深知别墅区的安保能力 真正的目的只是在骚乱中 趁机杀了我而已 她那几刀捅得很深 力道重的恨不得把刀柄 都捅进我的身体里 我倒在血泊中时 她被按在地上 看着我癫狂的大笑着 我的眼皮越来越沉 柳如烟的笑声 父母的哭喊 和远处的警笛声 离我越来越远 直到我再也撑不住闭上眼 再睁眼 使柳如烟脸色苍白地站在我面前 耳边是她道德绑架一般的台词 记博打 二十万对你来说不值一提 你非要毁掉腾成的未来吗 我沉默地看着柳如烟 她把我的沉默理解成了拒绝 语速越来越快 帽子越带越多 话里话外 是我不出这笔钱 就成了毁掉一腾成一生的罪魁祸首 但其实 我只是还没反应过来 毕竟几分钟之前 这个女人才拿着刀筒死了我 力气穿透带来的痛苦 还刻在我的灵魂里 她癫狂的样子 和现在义正此言 要我出钱的样子逐渐重合 我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柳如烟 我不会接她 我偷偷掐了自己一把 稳了稳心神 人总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没人想毁掉她的未来 毕竟不是我抓着她的手 让她施暴的 上一世 我说了同样的话 并且不管重来几次 我依旧不认为自己这句话有错 柳如烟的脸色果然更难看了 她那些咒骂 和以死相逼的花伤仪式 我已经听过一次 并不打算再听一遍 于是转身上了车 在车上 我看着柳家父母的手机号 最终也没有选择告知他们这件事 前世 我只是告诉柳家父母说 柳如烟最近有些经济上的困难 可能会走歪路 但在伊藤城死后 为了不背负女儿的恨意 他们告诉柳如烟告密的人是我 给他们出主意 让他们把柳如烟禁足 并切断信息来源的人也是我 这些还是柳如烟一边捅我 一边控诉我罪行事说的 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所以前世我为此付出了生命 从来一次 我总不能再让脏水有机会泼到我身上 后来的几天 柳如烟持续骚扰了我一段时间 我装死到底 整日泡在实验室盯着 培阳兵里脆弱一死的戏剧 柳如烟最后给我发了一段小作文后消停 因为太长 我并没有看 直到有一天 母亲发来说柳父住院了 母亲来实验室接我去医院探望柳父 气里满是唏嘘 随后看了看无动于衷的我 好奇地问道 柳如烟有跟你说过缺钱的事吗 他不是一直都挺乖的吗 怎么会做出这种活住事 我迟疑了一下 还是把柳如烟和伊藤城的事告诉了他 母亲听后也是不可置信 在他眼里 柳如烟一直是活活懂事的乖乖女 比我这个沉闷的儿子要体贴得多 这事你就当不知道 一会儿在你柳阿姨柳叔叔面前也别说 他正美想了想 然后宽慰我 你没借钱给他是对的 但是现在柳家一团乱 柳如烟又不知所终 保不齐他们会牵弄 我点点头 表示明白 母亲震惊过后开始八卦 问我关于柳如烟和伊藤城交往的细节 我不清楚 那天他找我借钱的时候 我才知道他们在谈恋爱 你们什么时候这么生分啊 以前不还是无话不谈的青梅竹马吗 母亲很不解 他一直觉得我和柳如烟 同小就是最好的朋友 不然柳如烟也不会开口朝我借钱 其实说是借钱 我心里很清楚 他并不会还 毕竟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而我对母亲说不清楚 他们恋爱的事也是假的 毕竟柳如烟第一次找我借钱 就是为了伊藤城 那时候他们还没在一起 伊藤城并不是A大的学生 他虽然和我们年纪相仿 但高中一夜后 就在A大附近的桌游馆打工 偶尔会进学校打球 或许是出社会的时间久 他身上有一种和同龄人不一样的气质 再加上长相身高都算得上优异 吸引了不少女生的目光 柳如烟就是其中一个 但伊藤城不是的好人 至少那时候不是 他在一众女生之间游走 不拒绝暧昧 但就是不给出沉默 那段时间柳如烟经常找我诉苦 但是到了伊藤城生日前 柳如烟还是开口找我借了钱 伊藤城的暧昧对象里 不乏多金的大小姐 柳如烟很怕被他们比下去 卯足了劲要送他最好的 只是柳家负担不起什么贵重的东西 于是他找到了我 我大方地给了钱 柳如烟也出了风头 伊藤城的目光也更多的落到了他身上 柳如烟没有提过还钱的事 我对他向来大方 毕竟那时候他还是我最好的朋友 正如母亲所说 我们以前是无话不谈的青梅竹马 柳家家是普通 但柳富和我父亲是战友 年轻时也算知己 后来退伍 柳富在我父亲的引荐下进入集团工作 他们的关系虽然明面上还是朋友 但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老板和员工 但这并不影响我和柳如烟成为朋友 毕竟他是唯一一个不会嫌我们的同龄人 在我中二时也曾觉得生活空虚 生命没有阴影 直到喜欢上生物学 才算找到了目标 但总的来说 我确实是个有些冷漠的人 柳如烟是唯一一个说我八竿子打不出一个屁 但还是会跟我玩的人 柳如烟以前很拼 是因为柳府对他的要求颇高 柳富是有些重男轻女的 但柳母生产时出了意外摘除了子宫 柳如烟是他们唯一的孩子 自然是唯一的培养对象 柳如烟也确实争气 从小就朝着大这个目标高个猛进 还记得带上了沉默寡言的我 他向来要强 事事都要争最好 所以在得知他喜欢上伊藤城时 我是有些诧异的 因为我一直认为柳如烟是比较目强的人 我还托人调查了伊藤城的背景 得知他并不是A大的学生 只是个高中一业且在男女关系上 不清不楚的桌游管接待后 我将这些告诉了柳如烟 但柳如烟却说他早就知道了 还对我私自调查伊藤城的事表达了不满 纪博答 你有权有事可以随意调查别人的身世 但你有没有想过这对普通人来说是冒犯 没有考上大学就低人一等了 你坐在温暖的教室里读书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有些人在温饱多成问题的情况下 是没办法继续学习的 如果他想学 说不定比你还优秀些 他只是没有父母帮他给学校捐楼而已 他这话说的难听 不仅否认了我靠自身努力获得的成绩 也否认了最高学府的公正性 我们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争吵 从那之后我们的交流就少了 但我仍旧当他是最好的朋友 于是他找我借钱使我没有拒绝 我对自己唯一的朋友向来大方 只是拿到钱的他看起来也没有很开心 我们的交流也不再无话不谈 自身暴力行为犯下 刑事案件的成年男性的未来负责 这部讲理的程度 比我培养名理动不动就去死的细菌还过分 所以不管前世今生 我都不打算灌着柳如烟 但前世的下场还是太惨烈 所以我的选择需要更加小心 看着医院病房里憔悴的柳家父母 我虽然有些抱歉 但更多的还是安心 这次我没有做柳如烟的告证者 让他愁到钱救了一腾城 也算是躲开了一场死局 而这次担心背负怨恨的从柳家父母 变成了柳如烟和一腾城对着眼鸳鸯 事情似乎变了 又似乎没有 为了不让柳如烟和一腾城将来泼我脏水 在病房里我还是承认了自己知道柳如烟缺钱这件事 柳家父母的眼神立刻带上了男院 柳母说 还是怪柳如烟不懂事 有什么事不能告诉父母的呢 也怪我最近没关注到他 要是提前发现了他不对劲 肯定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他话里有话 既怪我没给钱 也怪我没提前智慧他们 我装聋作哑 自顾自的说 我以为他是害怕给家里造成负担 才会选择来找我借钱 毕竟之前他找我借过不少次 只是这次事情实在太出格 我才听到柳如烟找我借了不少次钱 柳家父母对视一眼后都转移了话题 我也见好就说没有提起还钱的事 寒暄了两句 我和母亲一起离开 我的实验还没做完 母亲把我放在实验室门口后就要离开 临走时揉了揉我的头发说 很聪明 干得不错 我点点头 和母亲告了别 在得知柳如烟和一腾城的消息 是在临近期末考试的时候 实验室的同学突然举着手机大声问 纪博大 你和柳如烟结婚了 柳如烟以前偶尔来实验室找我 她长得漂亮 很多人都记得她 此刻众人的目光聚集到我身上 但见我一头雾水的疑惑表情 同学主动把手机递给我 上面是学校表白墙发布的新投稿 正是在教室里发放喜糖的柳如烟 想好 投个稿 真的见到了在校期间结婚的女大学生 还是设计系的学霸美女 不会真是为了结婚正家的那点分吧 还是有什么等不到毕业的理由 投稿人语气也余 写的内容又有自己不友好的揣测 底下的评论瞬间沦陷 除了少数担心结婚太早不理智的 就是骂投稿人妄图乱带节奏 翻到最后还看到了柳如烟的回应 写着 因爱而已 评论一水的恭喜 但男主是谁始终没有露面 我知道十一同城 但当事人不说 我也不会上赶着爆料 只是把手机还给同学后 表示自己并不清楚 同学挠挠头 语气有些别扭 我看他经常来找你 还以为你们在谈恋爱呢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我顿了顿 接着说 他父亲在我家工作 偶尔会有接触 不是什么很亲密的关系 晚上回到家 母亲果然拿了一张请帖 问我要不要去 我借口实验室有事去不了 母亲也没有多问 却没想到婚礼现场出了幺蛾子 母亲告诉我 婚礼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有个挺着肚子的孕妇姗姗姗来吃 站在第一排什么都不说 就是流着泪望着他们 此处无声胜有声 其他人瞬间脑补了一大堆 台上的柳如烟脸色也变了 笑容险些挂不住 他弯了伊藤城一眼 伊藤城看起来倒是一无所知 但他当海王这么久 自己也不敢保证 没有留下任何烂摊子 只能尴尬地陪着笑 仪式结束的时候 孕妇早就走了 就像从来没出现过 只在主角心里埋下种子 有好事的人录像发社交平台 配上热门的BGM 和42F的Type发出去 还隐隐有了些热度 有人认出了柳如烟和伊藤城 这个热度又传到了学校 表白墙上争论不休 核心思想都是在说早婚的危害 突然评论区有人画风一转 提到了另一个人 新郎不是生物系的纪学长啊 我看新娘经常来找学长 还以为他俩是一对呢 人们嗅到瓜的味道 闻讯而来都在讨论纪学长是谁 反而是发这个消息的人不说话 过了几个小时 这条评论下面有了几条刺眼的新恢复 新娘不是方家员工的女儿吗 估计是去讨好少爷的 新郎我记得 之前经常在第二体育馆打球 但我听说她不是学生 新郎之前女朋友不长这样啊 什么时候分的 底下放耳朵的和等瓜的人越来越多 其中陆陆续续穿插着真真假假的瓜 让整个评论区像润土的瓜铁 四处窜着查 柳如烟找到我这里的时候我并不意外 我比较意外的是她的造型 以前的柳如烟总是精致的 穿着和妆容大方得体又不会敏然众人 再加上她成绩优异 在美女如云的大设计系 也算得上才貌双全的美女 而现在这个穿着短上衣和短裙 画着大烟熏装的柳如烟 如果不是她走近了 我都认不出来 但看实验是其他人见怪不怪的样子 我猜表白墙上对于她造型的大转变 已经讨论过一回了 纪博达 是不是你 她气势汹汹 手机摔在我的面前 上面是表白墙的最新评论 一个烂黄瓜海王以为自己上岸 实际上对方是舔少爷尚未失败的绿茶 这两口子 亏贼 谣言演化和传播的速度比我想象中快 七诺州的大学生能干的娱乐活动不多 吃瓜是重中之重 柳如烟看起来状态不好 眼底清黑一片 我当然不会认为她是熬夜学习 估计是被社交平台上的 指质点点搞得心烦意乱 她的声音不小 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引得众人窃窃私语 我面无表情 手里还拿着准备放到显微镜底下标本 我没说是或者不是 只是平静地望着她 柳如烟盯了我很久 明显有话要说 但我却没有要离开去一个安静的地方闲谈的样子 反而是一副有话就说的模样 柳如烟支无了半天 最后扛不住四周探究的眼神和说话声匆匆离开 这一幕也被人拍下来发到表白墙上 如今柳如烟算是学校的红人 一举一动都被当成新的八卦谈资 期末周结束 学生奔赴暑假 学校的表白墙也安静下来 柳如烟的事也逐渐被人抛之脑后 我听说柳如烟和一腾成的生活不太容易 一腾成在婚后对他百依百顺的样子 大概只坚持了一个月 就又恢复了以前吊耳郎当的样子 柳如烟当初被他身上有别于同龄人的气质吸引 认为桀要不逊是他的魅力 如今成了家 才知道他有多不靠谱 一腾成家也拿不出什么财力 收上来的礼金也用来还借来的酒席钱 柳家父母对他偷东西的是耿耿女怀 结婚时连嫁长都没准备 婚后直接把柳如烟的行李打包丢了出去 说他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两人的婚房是一腾成的小货出租屋 过了一段时间秘里调油的生活后 柴米油盐的问题便摆在了面前 暑假开始的第一周 柳如烟哭着跑回了娘家 只是那天是母亲的生日 柳家父母在我家参加母亲的生日宴 柳家没人 柳如烟扑了个空 这才想起今天是什么日子 毕竟他21年的人生里 每年都来参加过这场宴会 他出现在我家门口实施饭点 管家开门把他领进来 七月的盛夏他还穿着长袖长裤 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 顶着一张苍白的素颜 站在富丽堂皇的大厅显得格格不入 他倒是没空手来 手里还提着一看就是打折处理的果然 放在一堆精致的礼物中间有种滑稽的人也 在场的人多 为了照顾老友面子 父亲主动开口让管家在我们捉添了他的碗筷 他坐在我对面 局促地应付着旁人的寒暄 我看到旁边有人不小心碰到他的胳膊 他吃痛的皱眉 随即色索了一下 能够想象这一身装扮下藏了多少伤口 他发觉我的目光 看向我食眼里带上一丝气望 我只是平静地垂下眼 藏住眼中的幸灾乐火 晚上和父母在门口送别宾客 柳家三口却迟迟没有出来 回去看了才知道原来他们在会客室吵起来了 柳如烟哭着质问父母为什么这么狠心 宁愿看着自己受苦也不肯帮忙 爸 妈 你们是我娘家人 就眼睁睁看着我被人欺负吗 那个女人都找上门来了 这是你自己选的 柳妇提高音量 是你非要和小混混在一起 怪得了谁 从他们的争吵中我得知 那天在婚礼上的孕妇已经出现在柳如烟的生活 他还是什么都没做 只是每次遇到柳如烟和伊藤成 都是一副欲言幼稚 眼中含泪的表情 让人浮想连篇 柳如烟越来越多疑 加上发现了伊藤成本性就是扶不上墙的烂女 他打人后就被桌油管开除 一直没有找到工作 如今两人的吃穿用度 都是花的是柳如烟当初贱卖古董 剩下来的几万块钱 眼看着坐吃山空 柳如烟催促伊藤成去工作 两人开始有了争吵 再加上孕妇的事 争吵越来越频繁 发展到后面就动了手 就伊藤成那能把人打进ICU的力气 柳如烟根本不是对手 昨天挨了打 今天回来找父母哭诉又碰了一鼻子灰 他在会客室大吵大闹 用人们表面上不说 但私底下的眼神交流像是发电报一样 柳家父母脸上挂不住 想带柳如烟离开 柳如烟死活不肯走 想用这个方式逼柳家父母出面给自己做主 最好再让我父母也出手给他撑腰 他算盘打得很好 道德绑架起来一套接一套 一会儿父母是逼死自己的凶手 一会儿说冷眼旁观的都是帮凶 我是见识过他这不要脸的劲 心里毫无波澜 只是把母亲护在身后以防柳如烟发疯 伤到他 安保在会客室围了一拳 没有等到我们发话也不敢上去抓人 僵持不下的时候 管家从外面进来 你怎么找到这儿呢 一腾成吊儿郎当地站在门口 看着封边的柳如烟皱眉 黑着脸一脸嫌弃 柳如烟被他的表情吓到 手中的花瓶落地发出咚的一声响 随即他连滚带爬地躲到柳府身后 爸 爸 救我 他要打死我 柳府表情尴尬 但柳如烟到底是自己的女儿 还是板着脸训斥了两句一腾成 一腾成一脸漫不经心地印着 敷衍地陪着笑说 都是误会 我喝多了 但是下手的时候是收了力的 他一步步靠近抖如筛汤的柳如烟 柳府挡在柳如烟面前 欲言又止 我看了一眼管家 他当即用足够在场所有人听到的音量 像是公事公办一样报告 会客室里的损失 柳府越听越心惊胆战 咬咬牙走开了 一腾成一把抓住柳如烟 笑着说回家吧老婆 柳如烟被一腾成拉着经过我 拾和我对上眼 下意识伸手抓住了我的袖子 一腾成回过 头四笑非笑地看着我们 柳如烟看我的眼神惊慌无助 可我只能想起他前世癫狂的样子 于是用力挣脱了他的手 一步流神掉了一个袖口 柳小姐 还没助您新婚快乐 袖口掉落 谈了两下后死记地躺在地板上 无人问津 解决了骚乱 夜里和父亲在书房谈话时 我承认是我叫来的一腾成 毕竟是别人的家事 就算柳叔叔和您是朋友 我也不认为这件事应该我们来管 电脑上是管家发来的监控录像 录像里柳家三口 躲在花园角落商量着如何让我父母 帮柳如烟出头 那里原本是监控死角 是我重生后专门找人装上的 前世柳如烟就是躲在这个死角位置 欣赏着乱成一锅粥的方宅 最后趁众人不注意 冲出来捅死了我 重生后我检查了家里所有监控 又请了安保团队重新设计别墅的监控 必求做到全覆盖 没想到意外拍下了这一家人密谋的画面 父亲看完后沉默了一会儿 最后只是平静地说了声 我知道了 辛苦你了 最终父亲长叹了一声 难得地挂上了笑看着我 你长大了 有自己的主意 也能靠自己的手段达成想要的目的 做得很好 这大概是我和父亲难得的温情时刻 我笑着应下了夸赞 然后找父亲要了一个律师 你要律师做什么 有什么纠纷 父亲虽然疑惑 但还是找出方家律师团队 负责人的名片递给我 算了 你有你的事 我也不多问 律师团队里每个人擅长的领域都不一样 你需要什么方向的就去问吧 总之在我心里 这世界上没有谁比你母亲和你更重要 所以不管做什么事都要 保证自己的安全 我握着那张名片 对父亲说 放心吧 我就是为了安全才需要律师 8月初 柳如烟收到了两份律师函 第一份是要求他返还之前找我借的钱 柳柳总总加起来也有10万了 第二份是他在我家会客厅打杂的损失 也是几十万 他们又爆发了争吵和打架 还惊动了警察 几人在警局调解室里翻来覆去的吵 警察也联系了我的律师询问具体情况 律师很专业 把法律条款和证据说得很清楚 当初柳如烟找我借钱时的聊天记录和准 账记录都在 他在我家打杂的监控录像也是高清的 最后在警察的调解下 律师勉为其难地答应再问问当事人能不能够分期或者暂缓 一转头 两个人就分别联系上了我 我给了他们同样的选择 两份律师函可以只提交一份到法院 甚至让他们自己商量 提交哪一份 柳如烟想哄对伊藤城提交第二份 理由是数额大 可以分许多期偿还 夫妻俩压力没 那么大 但伊藤城也没傻到这种地 又偷偷联系了律师 询问了两份律师函的不同 律师却表示两份都和伊藤城没什么关系 毕竟柳如烟借的钱属于婚前的个人债务 伊藤城不用负责 后续他在我家打杂造成的损失 也属于夫妻一方的侵权行为 一般也是认定为他个人债务 伊藤城一听都乐了 当即联系我表示提交第二份 但是要在法庭上说清楚这是个人 债务 我没说答不答应 只是像是感叹又像是自言自语道 不过看样子柳小姐是还不上岸 这个数额不小 估计要留案底的 伊藤城刚才还怼意洋洋的说着什么 一听案底就沉默了 不知道他和柳如烟说了什么 再得到消息是他们离婚了 离婚冷静七一个月 柳如烟被伊藤城赶出家门 灰溜溜的回了娘家 他浑身是伤 柳家父母劝他报警 他死活不肯 也不愿意去医院治疗 无奈之下 柳府联系了我母亲 借用了家庭医生为他治疗 我刚好有空 开车送了医生一程 他显然还没告知柳家父母 收到律师函的事 两人看到我时都表现得很热情 柳母拉着我聊天 把小时候我和他合照的笑话翻出来 在我面前一往溪 他意犹所指的说起 我和柳如烟小时候关系有多好 我沉默寡言 柳如烟烟情活泼 性格刚好互补 你记不记得小时候你被人叫哑巴 你还没什么反应 如烟急得跳脚 冲上去就要和别人打架 还有初中的时候 你说以后要学生物还要考得大 柳烟从那天开始就把大当做 自己的目标 你们那时候多好啊 我和你妈妈还开玩笑 说柳烟是你的小媳妇 她语气温和 看着照片的眼神充满怀念 但我始终没有接话 大概是等不到我表态 柳母笑着转移了话题 问起我有没有心意的对象 没有 我说完 看到柳母的眼睛亮了一下 于是接着说 但是父亲会给我安 排相亲 我父母的意思是最好门当户队 柳母僵了一下 努力扯起一个笑 接着说道 这门当户队是 是有必要的 那你呢 你怎么想 医生这时从柳如烟的房间出来 关上门前 我和憔悴的柳如烟对上眼 明显看到她眼里的惊具 门当户队当然重要 我说 但最重要还是要三观契合 且家是清白吧 开学之后 我回归了抛实验室的生活 国外的研究生offer已经拿到 我并不需要餐 家实习 柳如烟并没有回来上课 她的父母来办理了修学手续 他们从教务处出来时刚好遇到 我脸色立马变得很难看 看来是知道柳如烟收到律师函的事了 9月中的时候 柳如烟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才发现不仅告她损害他人财产罪 包括之 前她借钱不还的事我也一并告了 她打电话质问我为什么出而反而 我让她看看原告名字 她这才发现 告她损害他人财产罪的并不是我 而是我的父亲 我确实说过选一份提交上去 也确实让你们自己商量 但我没说一定接受啊 况且我确实只提交了一份 另一份是我爸的律师起草的 发在你和一腾城邮箱里了 她没告诉你吗 柳如烟沉默了许久 随即挂断了电话 法院开庭审理时柳如烟没有到场 但证据却早且涉案金额较大 一审判了一年的有期 徒刑和还款 我家和柳家算是彻底撕破了 再见到柳如烟 是在社会新闻上 她捅死了一腾城 她一直都藏在一腾城小坡出租屋的楼里 然后选了个中午 借口没带钥匙 从隔壁阳台翻到了一腾城出租屋里 追着捅死了她 柳如烟第一刀下去 一腾城腾醒了 连滚带爬地往外跑 柳如烟一直追着她跑到楼下 当着围观众人的面杀了她 等在附近蹲守的警察感到时 一腾城已经被捅得血肉模糊 法医鉴定后发现她身上 有60多处刀口 不包括可能捅到同一个位置的刀口 她再次站上法庭时已经形容哭狗 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会 我坐在下面看着她 终于确定自己的生命安全了 庭审结束 她转过头看到我和我身边的人士 眼睛后然睁大了 随即风味一样扑了过来 我护住身边的女人和她怀里的孩子离开 留下身后柳如烟困兽一般难听的嘶吼 走出法院 女人抱着孩子朝我鞠躬 谢谢 如果不是你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为王衡报仇 王衡是那个被伊藤城打进ICU的混合 她最终变成了植物人 但她的父母并不是什么好人 拿到钱后把王衡丢在了医院里等死 最后是面前的女人将她接回了家 照顾她 直到她去世 她是王衡的未婚妻秦月 王衡也并不是小混混 她虽然和伊藤城一样高中四夜 在工地下苦力 但是是个善良的人 就了差点被人拖到工地侵犯的秦月 秦月最开始是想报恩 后来也爱上了王衡 当初柳如烟说伊藤城之所以和王衡打架 是因为王衡看柳如烟的眼神色眯眯的 她为了保护柳如烟才动了手 其实是因为伊藤城看上了秦月 被拒绝后迁怒于王衡 这话还是柳如烟在庭审时说的 她藏在楼上无人的房子里 老小区隔音差 她听见一鸣 朗和朋友喝酒时吹嘘过这件事 她没明说自己到底有没有侵犯秦月 只是语言不详的 表示滋味好 得知自己以为的爱的证据 其实也是伊藤城的恐怕 再加上之前秦月怀着孕出现在她身边 柳如烟对伊藤城的恨打到巅峰 最终对她痛下杀手 秦月一直不相信王衡会做出性骚扰女性的事 但是苦于没有证据 我今天带她来庭审 也是希望能让她知道真相 秦月告诉我 孩子是王衡的 她并没有和伊藤城发生过关系 因为王衡及时出现又救了她 她是在王衡出世后检查出的怀孕 最开始她是想和伊藤城他们同归于尽的 而我在重生后调查了伊藤城的事 也意外得知了王衡的真相和秦月的存在 于是我找到她 和她合谋 她会出现在婚礼和柳如烟身边就是我安排的 她看着他们实演中的类似不作假的痛苦和恨 伊藤城早就不记得秦月了 她以为是自己的风流债 柳如烟也以为是情敌 两人误会越来越深 争吵也越来越多 伊藤城在得知柳如烟想让她一起还钱的时候又打了她 柳如烟这次被打得很惨 还被一鸣 朗巴的衣服拍照 伊藤城趁机联系律师选好了律师函 等柳如烟能下地走路 伊藤城拿 这那些照片威胁柳如烟去办理了离婚 离婚冷静期一个月 伊藤城威胁柳如烟不许取消不许报警 不然就公开她的照片 柳如烟在学校的名声已经臭了 但她还是想着离婚后可以回学校重新开始 但其实 最开始在学校表白强爆料的人也是我安排的 只是为了把自己干干净净地摘出来 不想再和柳如烟有任何关系 事情结束后 柳家砸锅卖铁还上了一部分钱 我全部给了情愿 送她出了国 希望她和孩子能重新开始 柳父从集团辞职 带着柳母离开了这座城市 我笑着拥抱了她 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当然做好了万全的准备